心靈的養生來自於寧靜 身體的養生來自於簡樸 每天簡單一點快樂一點 你已經走在身心養生之道 歡迎收聽雨色新養生 大家好,我是Annie 我即將在每個星期日的晚上六點到七點半 開班授課,緩和修復瑜伽 課程中將以中醫經絡結合因瑜伽的方式 帶領大家放鬆緊繃的身體 釋放緊張的壓力 你有多久沒有靜下來聽聽自己的呼吸 你有多久沒有停下來感覺自己的身體 忙碌了一星期,留給自己一點時間 星期日晚上六點 Annie在雨色工坊,與您相遇 你好,我是雨色 在9月23號下午兩點 南華大學生死系系主任廖俊宇老師 即將來到台中雨色靈性美學工坊 主講《靈修秘法的修煉奧秘》 廖老師是我在研究所的指導教授 本身在密宗、靈修、中醫與經脈上面有相當深入的研究 這場講座將為你解析 密宗不為人知的修煉方法 同時還將告訴你 靈修、瑜伽、密宗的修煉關係 綠色層次的邀請你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Akira 歡迎收聽今天的節目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呢 很開心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前一陣子呢 在雨色工坊剛舉辦完的這個 母娘燦儀的一個祝壽法會喔 相信很多聽眾朋友們呢 可能你有親自來到台中的雨色工坊 來參加這一場的祝壽燦儀喔 那也有很多的聽眾朋友 你可能呢 沒有這個機會喔 能夠親自來到現場 那你可能也有參加這個 遠距的點燈啊 然後為自己跟家人來祈福喔 到底這個雨色工坊所舉辦的這個 靈修燦儀為母娘的這個祝壽法會呢 跟坊間有什麼不一樣呢 或者是在這一場燦儀當中 親自前來的人 他能夠得到什麼樣的功德利益呢 其實我想這個是很多的聽眾朋友們呢 你也很想要了解 跟知道的這個部分喔 尤其是因為 現場的關係喔 我們這個開光祝壽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 容納許多想要參加的人來到現場 其實呢 Akira在做這個行政作業的處理的時候呢 非常非常多的人想要來參加喔 那麼我們今天呢 就要來在空中來跟大家分享 而且特別是邀請到 我們有參與到這一場祝壽燦儀的工作人員 這個靈修的學員呢 來跟大家現身說法喔 告訴大家他在這一場參與當中 他看到了什麼 他體驗到什麼 他們來參加的這個心得又是什麼喔 我們在待會的節目當中呢 就會邀請到 兩位的靈修學員來跟大家做這樣子的一個分享喔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一段廣告之後呢 待會繼續來跟大家分享喔 你所收聽的節目是 華人網路心靈電台所播出的 雨色新養生 在新養生當中呢 雨色都會介紹不同的身心靈好書 以及腰房、作者、翻譯或者是編輯 來節目當中 為美味的聽眾朋友來介紹 書中還沒有說完的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邊有一些好書 希望雨色在節目中來介紹 或者是呢 你自己本身呢從事出版業的工作 有一些好書 希望雨色來做推廣 都歡迎跟雨色來聯絡 好的節目需要美味的聽眾朋友來支持 好書更需要大家來推廣 雨色電話是0975256579 佛光山上 大家好 我是佛光山在日本地區的主主持 滿潤 佛光山在1993年的時候 正式有了第一個分別院道場 在東京的磁帶附近 有一個東京佛光山市 另外我們在富士山下 本崎湖畔也有 坐在餐廳裡面就可以看到 富士山 還有走出去一分鐘就有湖 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地方 我們在全世界各地的信徒 也都去那邊參訪 那邊是一個很適合修行 去那邊念佛 去那邊禪坐 也是非常好 那歡迎來到 日本的佛光山 大家好 我是佛光山創辦的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系主任廖俊宇老師 生死學系自立於活出生命的尊嚴 與死亡的尊嚴 從生老病死都在關心的範圍之中 因此有生死學系諮商組 可以考心理測驗員等 生死學系社工組 可以考社工師 生死學系殯葬組 可以考禮儀師 佛光山創辦南華大學 是位公益的目的 因此採國立大學收費 也提供多項獎學金 來幫助同學圓夢喔 歡迎繼續回來節目當中 你現在所收聽的是 每個禮拜五晚上八點 在華人網路心靈電台為您播出的 與色心養生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呢 很開心的為您邀訪到 安妮跟David來到節目當中 跟大家分享 她在靈修參與當中的所見所聞還有心得喔 打聲招呼吧 各位聽眾大家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是安妮 今天很開心喔 有這個機會能夠邀請到這個 安妮跟David呢 來我們的節目當中呢 來跟大家分享喔 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什麼呢 他們來參加這個今年 丁友年的搖池金母祝壽 還有開光的這個燦儀的心得喔 母娘的聖誕燦儀呢 在雨色工坊呢 每年都會舉辦一次喔 那今年很特別的是呢 因為今年有 科了這個母娘的金身 所以呢 今年有特別的這個母娘金身的開光的儀式喔 那當然呢 我們這個燦儀呢 除了開光這一天 我們還有兩天 三天的這個祝壽 還有隨時讓大家來參拜的這個時間喔 所以呢 今年燦儀非常的不一樣 也很特別 也需要呢 這些靈修學員來當這個工作人員喔 所以呢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呢 Amy跟David呢 他們是在這個 參與的全程過程當中都有參與喔 從這個開光 到中間的這個祝壽 然後還有後面的這個服務人員的部分 他們都全程參與喔 那相信呢 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一定有非常多的心得喔 我們先來 問一問Amy跟這個David喔 你們在這個參與的過程當中喔 應該是說 在這個參與的過程當中 這四天你們有沒有感 有沒有什麼自己特別的一個心得呢 因為 我記得你們每年的參與都有來參加喔 那麼你們有沒有覺得說 這次有什麼不一樣嗎 還是說你們覺得在這個 參與參加或是祝壽的過程當中 有什麼樣特別不一樣的心得呢 有的 因為今年的參與呢 舉辦三天 那我覺得這三天的時間還蠻充裕的 然後因為這個人喔 來祝壽的人潮三天的話 雖然人會多 可是我感覺並不會很擁擠 而且我發現到一個現象就是 大家還會自動排隊 就是 對 上香的時候還會自動排隊 等待 大家都願意等待 安靜的等待 讓我覺得就很感動 我會覺得 就有別於說 一般我們出去外面拜拜啊 那個 就是什麼搶頭香啦 就一定要擦中間啦 的那種感覺 我們也沒有香爐可以讓它擦中間吧 因為我們是用臥香爐 所以大家的香都是排排戰 對 但是我覺得 這個就感覺很好啊 因為大家來到這裡 那個心感覺都有搜射下來 然後都有靜敵下來 然後感受到那個牡羊 牠很祥和很慈悲 然後整個氛圍讓我們感覺到 很靜定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好的 是 對 那David呢 其實我的感受 比較不一樣的一點就在於說 其實台灣 不好意思 我們台灣人 其實大部分都很虔誠 嗯 但問題是說 在虔誠的過程當中 你到底是抱持了怎樣的一個心態 嗯 在這幾天的一個 祝壽儀鬼裡面包含著開光 那其實你會發現一點就是 來祝壽的 不管是領袖學員也好 還是社會大眾也好 在進到這一個場合裡面 嗯 大家的心都已經放下 都很自動很習慣的 你會感覺到他們把心放下 嗯 所以會出現像 Annie剛剛所說的 感覺 感覺起來就整個 整個場面就很祥和 很平靜 甚至於大家都會很 很有禮貌的 呃 排隊來做上香禮拜的一個這個動作 嗯 而不會像一般寺廟公堂 嘻嘻滑滑的那種 嗯 很熱鬧的那種場面 然後大家的心就 會比較浮一點 齁 因為我也參加過外面的公堂的一個 一個 祝壽的一個 遺事過 齁 那感覺上 就 兩種心境就很 差別很大 嗯 反而是 欸我們這邊就很 寧靜 很平靜 那也很祥和這樣 嗯 對像這樣子的一個 呃 法會 或者是說像這樣子一種 參與祝壽 其實因為 呃 我們是因為神明的願力 來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應該要 保持那一種 呃 收射的心 自己應該要把自己的身心 收射起來 那我們才有辦法跟神明那種 寧靜的場合 跟他那種氣場相應嗎 如果我們自己都很浮躁 或是場面很浮躁 或是場面很浮躁 其實你說 神明的 呃 力量再大喔 他也沒辦法降下來 完全去 呃 呃 制壓嗎 呵呵呵 就去壓制這個 這個場合 因為就是大家很易花花 可如果你很很寧靜 反而你能夠跟那個神明那種寧靜的 能量氣場相應 其實那一天那幾天我也看到很多人來祝壽拜拜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很自動自發的就是打坐 或者是一有椅子坐他們就坐下來 就默默看著母娘喔 然後默默的跟母娘做一個 我不曉得他們可能是有一些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交流喔 就像我小時候我去廟裡面我也很喜歡就是默默的就是看著神明 就是我很喜歡跑到神桌最前面然後就邊一直盯著看這樣子 那其實自己在看什麼不知道 但是就是一個神明的那一種 那一種能量差讓你會覺得說好像 冥冥之中你會很想要就是一直盯著神明看有一種交流的感覺喔 所以我想可能你們會有這樣子觀察到這個部分 我覺得其實是 呃 或許可能這個這個氣場或許是 呃母娘她的能量 讓所有的人他們自動會把自己的心喔 給收射起來喔 那麼你們除了這樣子的心得之外呢 像你們也有參加這個開光啊 你們有沒有覺得這個開光 有什麼跟你們 欸覺得想像中呢 還是說 呃你們 呃 參加過的這些 呃宗教儀式當中 有沒有什麼特別不一樣 或是讓你有一些感動的地方嗎 愛你 當然 林修派的那個開光的那個方式 跟那個民間信仰 他的開光的方式是確實是不一樣的 嗯 嗯 那那個細節呢 我在這裡我 我沒有辦法去描述它 嗯 那有什麼樣特別的感受嗎 但是我 我其實呃 在參加參與之前 我大概就已經算出來了 這三天會 算出來 是 哈哈哈哈 對我會掐指一算 沒錯 掐到第幾次 哈哈 我掐指一算說 嗯很好 這三天 就是剛好我 MC月經籃之後 哦 是 是 因為通常我每個月月經籃 那個 是我身體最脆弱 我最疲倦的時候 嗯 那但是 又剛好卡到這個 就是開光 然後參與 那其實我心裡面是有個想法 其實我在家裡 我就 在跟母娘 就是 呃成敗的時候 我有跟母娘講說 嗯 雖然我MC來了 但是呢 我希望母娘你們 不辭我 我想要這三天 我全程都要參與 嗯 對 我想要我有 要有那個體力 重點是我有那個體力 我有那個心 我只要有那個體力 我就可以參與 嗯 那開光是在那個 半夜 是在十一點到一點 對 對 雖然那個時候是我 平常在睡覺的時間 可是那天晚上 但是精神特別好 但是精神特別好 而且呢 嗯 我 我 月經來了 其實我沒有跟老師說 啊我也不知道說 事實上那天晚上 就是母娘的精神呢 必須要有那個 就是那個 對 法 不是法公 就是那個開光的 功德主 就是我們有安排當 我們有安排當天 呃有道場的功德主 來做這個 呃 護送金 金生安做的這個儀式啊 對 那我們也希望說 欸讓這個功德主 有機會可以參與 這樣子的一個 算是盛事嗎 嗯 也不是很大的場面 但是就是 其實是讓大家可以去共享 然後去 同佔這個發戲這樣子 你好我是宇舍 在11月5號到11月7號 總共三天的時間 我在三億舉辦一場三天兩夜慢生活工作坊 靈音藍藍啟動脈輪瑜伽 在三天的課程當中 我教導每位的學員來體驗用聲音來開啟你的脈輪 用靈音的方式來震動你的聲音的能量 瑜伽不只是只有體味法 透過自己所發出來的聲音來配合瑜伽的體味法 更能夠轉化以及進化你內在的脈輪 瑜伽邀請每位的朋友來參加這一場 與自己的脈輪共處的三天兩夜工作坊 大家好我是Annie 我即將在每個星期日的晚上六點到七點半 開班授課緩和修復瑜伽 課程中將以中醫經絡結合因瑜伽的方式 帶領大家放鬆緊繃的身體 釋放緊張的壓力 你有多久沒有靜下來聽聽自己的呼吸 你有多久沒有停下來感覺自己的身體 忙碌了一星期留給自己一點時間 星期日晚上六點 Annie在語社工坊與您相遇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是南瓜國際的編輯妙佩倫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我們出版的 成功做自己這本書 那這本書是一本 教大家占星相位的書 那其實占星書並不見得是一定 只能夠很含糊的告訴大家星座運勢 那占星書也不見得一定都好像教科書一樣很難懂 那這本書的作者是以文化觀察建長的 占星大師韓良璐 他用說書人的口吻為大家生動的講解 名人意識後面的占星邏輯 希望大家不但能夠從裡面學到占星的技術 也能活出占星的藝術 這本書現在已經上市了 如果各位聽眾有興趣的話 歡迎到網路書店或者是實體書店購買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生命之美的譯者游益軒 在這裡要跟你介紹美 這種美麗的元素 有美就能夠讓你的生活更美好 我們生命之美這本書 目前已經出版 各位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上各大網站購買閱讀 我是到那一天余色老師說 就是要請功德主過來這邊 然後就是護持母娘的精神 然後我心裡想說 啊我月青來了 我還要摸母娘的精神耶 那如果這個在一般的民間信仰 或是傳統的觀念裡面 會覺得這是很大不盡 可是妳沒有講我們也不知道啊 對啊 所以我就偷偷的進行 我就偷偷的 其實我心裡很開心 可是當我摸著母娘的精神的時候 然後其實我心裡面是在向她禮拜 我心裡非常的敬仰母娘 對然後我就這樣子 護送著她的精神 然後就這樣慢慢的 傳遞到前方的那個師兄他們 然後請他們把母娘的精神按坐上去 那事實上這樣的過程 老師應該也不知道我那個來 對那大家有覺得有異樣嗎 也沒有母娘的靈氣還是很強 對所以那個精神它只是一個外在的 對一個物體 那但是我是用心在跟母娘做交易 我對她是非常的就是敬仰的 我覺得這個不足以讓我構成說 我不敢去摸母娘精神的一個想法 那也打破了這樣的一個迷失 所以我覺得我在走靈修的這個道土上面 就是有時候就是要擺脫一些傳統的觀念 就像佛陀說的死不幸 你就是不要相信傳統 對有時候你一定要拋開這樣的一個傳統束縛 你才能夠走得更自在 對那這個是我在開光的時候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感觸 感觸就是以前連屬虎的你知道嗎 屬老虎 屬老虎怎麼了 就很多事都不能做 偏偏我就是屬老虎 我就很想做你知道嗎 對有這個 對都說屬老虎的 你會去衝到誰 然後對什麼不敬 你很多事都不能做 可是我很多事我都很想嘗試 我都很想做 所以只要打破這個傳統 然後擺脫一些束縛 那我走在靈修這個路上 我覺得我越來越自在 對我覺得這是我一個 還蠻深的一個感觸這樣子 就是經由這一次這個精神開光 打破你的成年的那個束縛嗎 那個成年的金固整個就全部都打破這樣子 對其實像這樣子的觀念 就是像你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自己從小也是覺得說 為什麼就是好像有很多所謂什麼東西不能做 或像現在農曆七月什麼事情不能做 不能夠曬衣服幹嘛什麼的 那為什麼都沒有人覺得說 那我去做做看 又沒有做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而且講回來剛剛你說那個月經的部分 其實這個是 應該是說這個是上天給女人一個最好的禮物 因為女孩子有這個MC 有這個月經是要用來生兒育女 是一件很神聖的事情 那為什麼會傳到我們這個台灣之後 這種傳統文化會認為說 這是一種無慧跟骯髒 尤其在印度教裡面 他們我們在練瑜伽也知道 月經是對女人來講 是很神聖很寶貴的東西 對怎麼會變成是說是 骯髒無慧 然後你也默默的去做這件事情 你難道在做之前 你都不會覺得說 我要來參加法會 然後我那個來 你完全都沒有一點點 一點點的那種去覺得說 怎麼辦嗎 會嗎 我在家的時候其實 我就 在信裡面就跟母親講說 我要趁這個機會 我想要去證實一些事情 對 因為 我覺得 太多是別人說 別人告訴我 應該怎麼樣 那我想要自己去經歷看看 對 所以 我就說我還是來 我摸得很自然 摸得很 很開心 我覺得 也很好啊 對啊 沒有什麼 感覺說不妥的啊 也沒有什麼 精神獨得去啊 是怎樣 沒有 靈氣一樣很強啊 是 母娘的慈悲的那個願力 我覺得我還是感受到了 所以這三天其實我 我是工作人員 我在這裡我都 我只要就是沒有 沒有事情做的時候 其實我是默默 會看著母娘 對 我會跟著其他的信徒一樣 就是去感受牧羊他的那個 樂力 他的慈悲 然後整個 呃 就是 參與的會場 那個感覺 我會成立在那個裡面 那個心就會比較有定 嗯 然後會感覺到有那個喜悅的感覺 嗯 對 我覺得很好 就是這樣一個經歷 也給我一些成長 然後一些觀念的突破 我覺得很棒 對 對 那 David呢 你在這個 今生開光的這個過程當中 能有什麼樣特別的 感受嗎 還是說 你覺得 跟你原本想像中的這個開光 你是有什麼 不一樣的地方嗎 我們印象中 在 今生開光的時候 那 各位 各位聽眾應該都很 可以想像什麼叫做開光 嗯 你就是拿著 就是 主持的法師呢 他就拿著一支朱砂筆 然後呢 在金色上面 點來點去 點來點去 尤其是要 點哪個地方 雙眼 嗯 尤其是要點雙眼 對 但是你會發現 因為那個是開光點眼 對 對 那 甚至有人講說 畫龍眼睛嘛 嗯 但是你會發現 點眼睛有用嗎 點眼睛是要 是要神像看清楚 你這個人呢 嗯 還是你要看清楚 你自己 嗯 對 這講得很好 對 你所收聽的節目 是 華人網路心靈電台 所播出的 雨色新養生 在新養生當中呢 雨色都會介紹不同的 身心靈好書 以及邀訪 作者 翻譯 或者是編輯 來節目當中 為美味的聽眾朋友 來介紹書中 還沒有說完的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邊有一些好書 希望雨色在節目中 來介紹 或者是呢 你自己本身呢 從事出版業的工作 有一些好書 希望雨色來做推廣 都歡迎跟雨色來聯絡 好的節目 需要美味的聽眾朋友來支持 好書更需要大家來推廣 女色電話是0975256579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事實文化的編輯高玉婷 那我這邊要跟大家介紹一本 我們近期的新書 它書名叫做 話語啟動宇宙最驚人的共振能量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的 每一個思想跟語言 都對我們的生活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利用正確的話語 跟正確的信念 可以幫助我們身心靈 得到一定的療癒 它可以讓我們的生活 變得更快樂 那這本書 已經出版了 如果有興趣的 歡迎大家到各大的實體書店 或網路書店 可以購買 宗教我們前程的一個 一個信仰過程當中 在這一次的整個 母娘開關的一個衣櫃裡面 給我的震撼很大 怎麼說呢 因為 靈修派的一個開關儀式 跟坊間我們所認知的 像我剛剛所描述的 拿著一隻蛛紗筆 在金色上面點來點去的 那種做法 完完全全不同 完完全全不同 可是 不同的情況之下 你就感受不到 母娘的那種靈氣嗎 你就感受不到 母娘的磁場嗎 沒有耶 沒有耶 那一天其實 我是下班後 就回到家洗完澡 就直接趕過來 那個時間點其實 在家裡 也是 我們大家都休息的時間 那 在過來之前 我一直在擔心一點就是 整個開關儀式完之後 已經過了 已經到隔天凌晨了 那我又要趕回家 這段路程 算 遠不遠 算近不近 開車大概也要三四十分鐘 對 那 還 那到時候 到那個時候還有體力嗎 因為 在以前參加 宗教 參加坊間的 公堂的 神像開關 其實 這個時候 這個時間點 要拜幾下 然後又要拜幾下 怎樣怎樣 參加坊 其實 身心都很疲憊 所以之前坊間公堂的 那個開關儀式 是有很固定的流程嗎 對 都很固定的流程 不管你到哪一間公堂去 你會發現 其實 他們開關的模式幾乎是雷同的 所以會很累嗎 會很累 參加完的人 會很累 這樣子 是 那結果這一次 感覺是 心裡就很興奮 你知道嗎 然後 因為出乎你的意料之外 真的 真的 大大的出乎意料 真的大大的出乎意料 那 回到剛剛Annie所說的 欸 他一直 他在來之前 他 有 有稍微擔心到Mess的這個問題 嗯 那這時候 其實坦白講 我很想講 我剛剛就很想提一句話 我們 老祖宗有 有傳過 傳下來一句話 叫做 古烈無別 心烈無聲 欸這故話不要聽過 也就是說 國語是什麼意思 國語 我們把它翻成國語的意思就是說 欸 舊有的傳統例子 如果你 如果沒有滅死 如果沒有消失掉的話 是不會 有新的 發生 對 可是 在這一次整個開關完之後 在參加完開關一次之後 我的一個感受就是 心烈無聲 古烈要怎麼變 就是新的 新的你不去設立它 你不去改變它 對 那 舊的怎麼可能 舊的傳統怎麼會 怎麼會更改呢 嗯 嗯 對 那 母娘她的一個 法 其實 我們都很清楚一點就是 你要先 先認知你自己 是 那 在認知你自己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辦法先自己 打破這種傳統的束縛 嗯 我覺得 在整個開關一軌下來之後 給我的感受 我一直在 在回想這一點 講得很好 我覺得 其實應該是說 靈修法 之所以叫靈修法 因為它是 無形無相的嘛 它是 因為無極 所以它是無形 那你 今天我們雕刻這個神像的目的 是因為大家需要 眾生需要 然後 需要 依附這個像 它才有辦法去修 不然一個 本空的東西 我們很難去想像說 母娘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們怎麼樣去 去觀那個像 然後去 執行我們的修行 就像佛教一樣 一開始也沒有佛像 就是一個 法輪 菩提業就可以代表佛 是因為人需要 是眾生需要 所以有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那透過這個有形 再去慢慢的把我們的層次提升到五形嘛 所以 當然如果從這個邏輯去看的話 其實母娘怎麼會去在意 女生這個Mess的問題呢 那既然 她是母娘 我們的像 又把它塑造成是女性的一個形象的時候 那 她不是應該更照顧女性嗎 那 女性該有的 就是這個並不了的啊 就是自然的現象嘛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其實有時候那種是 傳統觀念應該要打破的部分 不是說 我們依照那個觀念 然後就去都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讓我們自己就是 工作上啊 生活上 或者說 充滿了很多害怕 驚嚇這樣子 我們先休息一下 聽段音樂之後呢 待會再繼續來跟大家分享 你好我是宇舍 在11月5號到11月7號 總共三天的時間 我在三億舉辦一場三天兩夜慢生活工作坊 靈音、懶懶啟動脈輪瑜伽 在三天的課程當中 我教導每位的學員來體驗 用聲音來開啟你的脈輪 用靈音的方式來震動你的聲音的能量 瑜伽不只是只有體味法 透過自己所發出來的聲音 來配合瑜伽的體味法 更能夠轉化以及進化你內在的脈輪 宇舍邀請每位的朋友來參加這一場 與自己的脈輪共處的三天兩夜工作坊 您好我是宇舍 在9月23號下午兩點 南華大學生死系系主任 靈修、瑜伽、秘宗的修煉關係 宇舍誠摯的邀請你 生命是不能重來 當痛苦、煩惱無法解決時 不壓抑、不放棄 讓關心你的人知道 以此刻的心情 陪你走出陰霾 重新回到陽光 真愛生命 希望無限 全國製造自身 關心您 歡迎繼續回來節目當中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今年這個丁又年的 姚池基姆的祝壽燦儀 我們今天邀訪到的是 Amy跟David來跟我們 聊一聊他們來參加這個燦儀的心得 還有他們在這個燦儀的過程當中 到底看到了什麼 接下來來跟大家分享 其實靈修派的燦儀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不是只是來拜拜 不是只是你帶著水果來拜拜 來看母娘 就能夠得到所謂母娘的加持 或者是母娘的這個靈氣的灌入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 這個靈修派很特別的地方 是因為你要會靈動啊 你要能夠來接這個母娘的靈氣 尤其這一次有這個 這個母娘今生的開光 那母娘自己也有特別跟 宇舍說 這個當天在這幾天的時候 她的靈氣都會降下來 如果你是有緣人 你就會有機會呢 能夠接到這個母娘 降下來這個靈氣 然後同時你會有機會可以了解 自己的靈修路 還有你自己的靈脈來自於哪裡 所以今年這個 這個報名的人次呢 非常非常的踴躍喔 但是呢 因為礙於這個 現場空間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沒辦法 收到這麼多的人 那所以我們特別呢 邀請這個 Annie跟David來聊一聊 我們在第二天的時候呢 有這個 祝壽燦儀的共修 其實 我們在每一場的燦儀 一年三次 這個觀音 姚池基姆 跟五級老母的燦儀當中呢 我們都有做這個 祝壽 靈修學員的這個祝壽燦儀的共修 那主要的內容就是讓 這個靈修學員呢 用自己的 以自己的原神的方式 來向母娘祝壽 同時呢 要在現場 訓題 然後自己做自己的功課喔 那今年呢 也特別有雨色呢 來一一來帶這些學員 所以說真的是非常的殊勝 也是很特別的一次 那相信呢 現場的這些學員們呢 他們也是很有感受 尤其像 今天這個 Annie跟David 你們一定非常非常有感受 你們想要 你們可以來分享一下 你們在 這個 靈修學員場的這個祝壽燦儀的過程當中 你們跟 雨色惠靈 或者是你們自己在靈動的時候的一些 感受 或者是你們有什麼樣的心得 或者是因此 讓你的這個靈修 感覺好像你有點不一樣的轉變喔 可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Annie 嗯 好 那個 其實以前喔 我很怕跟雨色老師惠靈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覺得他有透視眼 哈哈哈 我覺得 我覺得他 他可以看透你的幹什麼 那個眼睛的力量 對 就這樣 盯著你看 那我最喜歡說 嗯 說個小八卦 我最喜歡說就是 雨色就是讓人家感覺到就是 不怒而微 嗯 聽過那種不怒而微 對 就是 不用講話 對 然後其實你的威嚴 就是讓人家會肅然其盡 對 你就會突然間覺得說 喔 這樣 洗雞皮疙瘩這樣子 會 寒毛直樹這樣子 當然不是說 當然不是說他的那個 怎麼樣 但是你會感覺到他的那種 震懾力啦 當然我不是在這邊 碰我自己的老闆 哈哈 但是因為我自己是 呃 在這邊工作嘛 那 呃 也接到很多很多的任務 所以我有這樣子的感受 對 那其實這一次跟老師惠霖 我覺得 還蠻好玩的 我覺得應該 還沒有人看過這種惠霖方式 就是其實 嗯 其實一開始我是跟老師這樣 面對面 然後我們是用淋雨在交談 嗯 然後淋雨交談之後 我就 單腳跪下來 然後雙手就放在胸前 感覺 就很像那個 古時代那個 呃 坐衣有沒有 人家在禮拜坐衣 對 恭敬的意思 然後講著講著 老師就忽然間就轉頭說 蘇先生你去拿一支棍子出來 嗯 對 然後 我想這時候大家心裡已經都覺得 你覺得 老師請你去拿棍子 你覺得老師要做什麼事 我當下 呃 想說拿棍子我想說 應該是要你就是 刷什麼 棍法 對 還是要做什麼 就是工法之類 就是很特殊的那種 想說 就是惠霖一定是很特別 就是想那些 然後想說趕快去拿 去拿了一支那個 掃把 就把掃把頭拔下來 這樣 硬把它轉下來 然後 我想說 這隻棍子夠大 應該你這樣耍起來 應該會比較有分量 不會隨便就飛出去 結果 後來呢 老師看一看 以色看一看 就叫我去換另外一支 就把那個 門臉的那個桿子換下來 然後就拿給他囉 嗯 對 那其實大家都猜錯 其實老師是基於禮貌 因為我們靈雨在對談當中 我有感覺自己好像在 呃 像老師請教什麼事情 嗯 就是好像 呃 在靈動過程當中 我有我的問題存在 嗯 對 我想要克服這個問題 然後 老師才會拿棍子 他是基於禮貌 因為他不想觸碰女生的身體 嗯 對 那事實上他拿棍子做什麼 他就是在戳我的大腿 這裡用力 小腿 這裡用力 嗯 不然就 左邊用力 右邊用力 不然就戳我肚子 肚子用力 嗯 嗯 那種感覺就是很像那個 時代那個 欸 師傅有沒有 在教那個土地 那個棍子都拿出來有沒有 你這裡用力啊 對 對對對 然後我就跪在那裡 你看過人家惠妮是這樣嗎 你跪在那裡 然後人家拿個棍子在那邊戳 你一直戳 這裡用力 那裡用力就像戳你 沒有什麼很漂亮的姿勢 沒有 不是 那你當下有覺得說 你在做那個動作 你自己的感受是什麼 你覺得你那時候在做什麼 我知道 他在指導我 我身體用力的方式 其實說起來很慚愧 我事後覺得很丟臉 因為 呃 這個是一個很基礎的風 因為我的下盤 比較沒有力 嗯 比較虛 那 呃 老師他 他用棍子這樣子點我 一些肌肉群 就是要讓我明白說 我那個肌肉群 那個地方要用力 怎麼樣用力把我的身體 那個 才會站得穩 嗯 我的下盤才會有力 那靈修在靈動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是要串流 讓身體的氣場 是能夠 呃從頭到腳都是可以串流 是 那如果像我是腹部 下盤比較沒有力的 那我的氣就會卡在腹部這裡 我會下不去又上不來 嗯 對 所以我 我也一直知道我的問題點在哪裡 嗯 那但是就是少了那個老師的棍子 所以 經過老師這一次這個 這個棍子這樣 直直直 戳戳戳 其實我在日常生活當中 這幾天 我還會回想起 有時候 在做一些知識啊 或是 日常生活的動作 我會 記起來 嗯 它有點像那個 一個 一個 一個魔咒還是什麼 記憶體 對 那個開關就咔嚓 打開 唉唷 我這裡要用力喔 這裡沒用力 我就覺得難怪 站的就不穩 嗯 對 所以 它還是對我日常生活當中 有那樣很足夠的影響力 然後對我在靈動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很大的幫助 甚至於是我平常在做 呃 瑜伽的動作 嗯 對 其實那個都是有串連的 嗯 那 呃 我想講的是 呃 慧玲 這個是真的慧玲 因為 老師是轉原神 嗯 他去看到我的問題點 嗯 對 那不是像一般人 認為慧玲好像就是要連花枝啦 然後要彎腰啦 pose擺得很美啦 嗯 對 或在那邊唱歌什麼樣的 其實不然 嗯 我覺得透過慧玲的方式 然後可以看到自己的問題點 嗯 然後因為這個問題我想要克服 嗯 然後因為這樣一個過程 然後我覺得可以讓自己有成長 嗯 對 我是覺得這是跟老師一個慧玲的過程的 嗯 一個還蠻大的收穫 嗯 對 然後再來就是慧玲結束 呃 老師有拿那個 嗯 那個什麼 珠沙筆 珠沙筆 對 他在我那個頭頂上那個百灰穴附近 他有那個就是做點話 嗯 對啊但是 你所收聽的節目是華人網路心靈電台所播出的雨色心養生 在心養生當中呢 雨色都會介紹不同的身心靈好書 以及邀訪 作者 翻譯 或者是編輯 來節目當中 為美味的聽眾朋友來介紹書中還沒有說完的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邊有一些好書希望雨色在節目中來介紹 或者是呢你自己本身呢從事出版業的工作 有一些好書希望雨色來做推廣 都歡迎跟雨色來聯絡 好的節目需要美味的聽眾朋友來支持 好書更需要大家來推廣 雨色電話是0975256579 大家好我是Annie 我即將在每個星期日的晚上六點到七點半 開班授課緩和修復瑜伽 課程中將以中醫經絡結合因瑜伽的方式 帶領大家放鬆緊繃的身體 釋放緊張的壓力 你有多久沒有靜下來聽聽自己的呼吸 你有多久沒有停下來感覺自己的身體 忙碌了一星期留給自己一點時間 星期日晚上六點 Annie在雨色工坊與您相遇 你好我是雨色 在9月23號下午兩點 南華大學生死系系主任廖俊玉老師 即將來到台中雨色靈性美學工坊 主講靈修密閥的修煉奧秘 廖老師是我在研究所的指導教授 本身在密宗靈修中醫與經脈上面有相當深入的研究 這場講座將為你解析密宗不為人知的修煉方法 同時還將告訴你靈修瑜伽密宗的修煉關係 雨色誠摯地邀請你 《十二十四年代》 《十四年代》 《十二十四年代》 《十二十四年代》 各位朋友好 我是不為人知都市傳說的作者 陳玉祥 我所寫的故事都是網路上很難找到 或者是沒有發表過的故事為主 就是在华为世界很难看得到 那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那基本上各位如果说 对于灵异事件 对于这个一些神秘祖师 有任何的这种好奇心 想要探知 基本上是可以来到 我这本书去看 那不过这个 因为是18禁成年人去买 是没有问题的 欢迎各位到这个 博客来 新食堂坡各大书店购买 其实我觉醒程度好像没有很高 那个领悟力也没有很高 直觉也没有很高 我并没有看到什么异象 人家可能会想象 那个珠沙笔点下去 哇塞 你是不是两眼就登 那是电影 那是电影特效 对这样就是弄的时候 哇眼前一面光明 然后看到神佛什么的 对 没有 没有这种感觉 我的感觉 其实在当下 我觉得 我很安静 对我有一种 沉浮的感觉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 安静又沉浮 然后有一种 被 一点点肯定的感觉 对 我觉得好像说 因为我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我真的很努力 很努力 然后好像有被 一点点的肯定的感觉 是那个珠沙笔在点那个时候 我有那样的感觉 但是我身体上的反应 并没有很大 没有说什么电流 会这样串流全身 没有 没有 是这样 对 其实讲到这个 这个惠灵跟灵动的部分 我觉得其实 我来到这个 雨色工坊 工作大概这四五年间 我觉得比较深刻的感受是说 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我们先说现象 这种灵动的现象 我觉得是如人饮水 就是很多人 可能很多学员 或者是很多对灵修有兴趣的人 他们想要来走这条路 可能看到的是 这样子的外向 就是可能可以灵动 可能之后可以修到像雨色那样子 可以跟神明沟通 他们觉得这个是 他们想要追求的那一个终极目标 但是真正在宗教里面的终极目标 讲的是那一种 我们可以跟自己内在合一 更了解自己 而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层次往上更提升 去到未来 你可以去到你想要 去到那一种极境 比方说佛教可能极乐世界 佛徒的那种涅槃的状态 或是道家的那种修仙无为的那种状态 但是很多人都会只着于那个外向 就像是大家可能只看到母娘那个像 为什么要磕一个母娘呢 你不是无极法或什么的 可是你没有看到的是背后 可能还有需要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很多人都需要这个金身 来让他们膜拜 而让他们的心定下来 这个是灵修法 可能不得不去做的这个部分 那反观这个灵动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真的到底灵动是什么感觉 还有你自己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成长了什么 其实只有自己最清楚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开关 还有这一次的祝寿 其实母娘也有特别讲 就是他有讲说 这一场就是会有三个人 可以接到母娘的灵气 他就特别有跟宇舍这么说 在寝室这个参与流程的时候 就有这么讲 那么我们都不知道会是谁 那就是看大家自己的平常的一些转化 所以宇舍也有特别讲说 其实不是你到底灵动了多少 或者是说你到底做了什么样 多少会灵三的功课 还是你怎么样 是你的心境或者是你的人 你的生活 有没有做一些改变 还是说你只是每天都还是一样 就是不断不断都是过重复的生活 你可能有没有 你可能是一个比较没有勇气 你可能去做了一些改变 挑战自己的事情 或者是你有没有让自己去更成熟 更稳重 这都是会影响到你灵修路上的一个 一个转变 或者是一个契机这样子 那像David你自己在这个惠灵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这个惠灵 宇舍真的很辛苦 一个人带了包括我 六个领修学员包括我七个 那这也是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宇舍说他 他特别跟我讲说 你不要收多 我们不要收多 就是有报名他们进来的几个就好了 我真的没办法带那么多人 因为真的会很辛苦 一个一个带下来 这样子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相信听众朋友在听完这一集的节目 你应该对于灵修参矣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也认识了很多 尤其是我们在节目当中 要访到这个Annie跟David来到现场 来献身说法 跟大家话分明 让大家知道说 到底在灵修的参矣过程当中 他们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 那么他们心里面又有多少的 这样子的心得跟体验 那相信听众朋友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一定有所启发 因为在灵修参矣过程当中 跟坊间不管是佛教 道教这种比较仪式性的这种 法会跟祝寿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毕竟灵修法它是无形无相的 那么你要透过这种外在的训体修炼 然后再跟神明来做这样子的心神教会 你才能够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让自己的自信 让自己的本性 还有你的原神 得到一个启发 借由这样子的过程 让你的生命得到改变 让你的工作 让你的生活都更上一层楼 并不是为了拜拜 为了你走这个灵修 你就会有所改变 并不是这样子 而是你真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体会到的东西 才是真正转变的这个契机 所以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呢 只能先跟大家介绍到这边 跟分享到这边 那么下一次呢 还会有机会 我们继续来把下一集的节目 来跟大家分享 到底后来 Annie跟David呢 在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 他们还看到了哪些事情 然后得到什么样的心得 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先介绍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你所收听的节目 是华人网路心灵电台 所播出的 雨色新养生 在新养生当中呢 雨色都会介绍 不同的身心灵好书 以及腰访 作者 翻译 或者是编辑 来节目当中 为每位的听众朋友 来介绍 书中还没有说完的 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边有一些好书 希望雨色在节目中 来介绍 或者是呢 你自己本身呢 从事出版业的工作 有一些好书 希望雨色来做推广 都欢迎跟雨色来联络 好的节目 需要每位的听众朋友 来支持 好书更需要 大家来推广 雨色电话是 0975256579 Navar销 练rij电话 优优优独播剧ny 百分心 我 帅 光 优优独播剧no